前几天,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执行法官执行了一起离婚纠纷案件 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可是在这次执行法官执行的案件中 曾经的夫妻却因为八万块钱走到了强制执行的一步 并且在执行现场,被执行人不但不愿配合法官的执行 还阵阵有词地质疑法院的判决和执行程序 那这到底是一起怎样的案件 被执行人又为什么拒绝配合法院的执行呢 2021年10月27日,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一行 来到了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准备对被执行人夏德伟名下 位于这里的一处房产进行强制腾空 有什么?有什么? 看什么好样子呀 执行法官再三敲门 但是屋内并没有人回应 是这个门不? 就是倒数第二层是吧 看到屋内没人回应 执行法官准备给被执行人夏德伟打个电话 来开门法院的呀 你好 你没没起床呢 刚刚起来我有病了 没事没事没事你穿好衣服啊 天 你这门怎么不变得走呢 家就一个人啊 这是床上躺着呢 你干嘛呢 我没有工作的二班 你进来把床上手了 下次我们工作人员来呀 跟你说疼法啊 你说那个不是写那个申请了吗 写申请那也没有用呢 没什么也没有用呢 你的法院那是民法的眼上写的是财产分割 先财先再写 产后再写后 你们应该是先把财分了才能分产 为啥要先分产呢 判决判来 判决判来 那是离婚整出来这两个判决不 原来夏德伟就在家中 看到法官上门腾防 夏德伟情绪十分激动 并且对于法院的判决提出了不同意见 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夏德伟的抵触情绪 为什么如此强烈呢 今天执行的是一起离婚纠纷的执行案件 之前呢 我们也对这个被执行人进行了现场的一个询问 也告知他 本案的判决的内容 是把房屋判给了这个被告 然后被告需要返还原告一些房屋折价款 也告知了被告 如果说是有能拿出来钱 我们就不执行这个房子 但是被告呢 是属于不配合 然后也说自己没有钱 也不腾房的状态 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就去对这个房屋进行强制腾空 执行法官告诉记者 这是一起离婚纠纷的案件 2020年9月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两人离婚的同时 对登记在夏德伟名下的属于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的两处房产 进行了分割 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的房产归夏德伟所有 夏德伟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 给付潘女士房屋折价款8万元 位于沈阳市铁锡区林空二街的房产 由潘女士与夏德伟按照各50%份额案份共有 然而判决下达后 夏德伟并没有给付潘女士房屋折价款 因此潘女士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收到申请人的强制执行申请之后 我们首先是要查询贝京人的银行账号 然后去社保去查询贝京人的社保情况 有没有固定收入这些 因为8万块钱毕竟金额有限 如果处置房子的话 也会对贝京人的权益造成损失 一旦但凡有其他财产能执行的话 我们都不会处置到这个房屋 但是经我们查询之后 贝京人没有其他财产能执行 所以说我们只能处置这个房屋 由于被执行人夏德伟脚步有残疾 没有工作 名下也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因此执行法官只能选择拍卖房产 在此期间 执行法官也曾上门张贴过藤房公告 也多次与夏德伟进行了沟通 然而结果并不理想 在执行公告中 首先我们对这个房屋进行了查封 查封之后 我们又做出了拍卖的裁定和藤房公告 还有拍卖通知书 然后都贴到了贝京人这个房屋上 贝京人看到了这个公告之后 然后就来法院找到我们 表明了他的态度 说我没有钱 但是我也没有地方住 但是经过我们查封之后 贝京人是有两套房子的 另一套房子是经济试用房 然后在判决中 也被做出了财产离婚的分隔 判一半归贝京人所有 所以说贝京人对这个房子 也是有50%居住权的 所以说他没有地方住 这个是不构成不同房的理由的 由于贝京人夏德伟名下的另一处 位于铁锡区的房产是经济试用房 无法像商品房一样进行买卖过户 但是并不妨碍正常居住 因此在确认了夏德伟 有可以居住的房产之后 执行法官决定 对这处位于和平区的房产 启动评估拍卖程序 但是贝京人夏德伟这边 一直不愿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在这之前我们有执行员 已经到他家 就说让他写个藤房保证也好 我们不要走到今天这一步 强制藤房的这个 这个程度 但是他还是拒不配合 由于夏德伟这边拒不配合藤房 因此执行法官只能上门强制藤退 见到执行法官 夏德伟先是对法院判决提出了异议 他表示他和前妻两人之间 还有钱款方面的问题 没有判决清楚 因此拒绝藤房 他一百家里 家里那么多钱全拿走了 一百多万 你们就不给判决 完之后回头 回头和这个判决 那个不管 完之后回头 这个判决在哪呢啊 判决跟判决署上的啊 一百多万的 那我起床了 判决署在哪给我拿出来 判决署上有啊 你给我拿出来一百多万怎么分呢 他没给我分呢 说到这一百万的事 夏德伟的情绪立马激动了起来 那么夏德伟口中的一百万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你就别激动 平静啊 不平静 我们不在法 不是按照法律法规走 我们带着媒体来 能不带按照法律法规走吗 这不给你给我们出示判决的权利吗 来 我看一下 夏德伟找了半天 拿出来的正是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下达的这份离婚的判决书 也是执行法官此次前来执行的法律依据 而这份判决里面 并没有明确一百万如何分割 那么夏德伟口中的这一百万 又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一百多万 在二次陈述我有证据 但今天没拿 关于被告的 未提交除其申请调取银行账户 历史交易名系的其他证据 故对一百多万暂步与处置为宜 说了半天 咱也听明白了 原来在起诉离婚的同时 夏德伟提出 两人在婚姻存续期间 有一百万的存款需要分割 但是在提审过程中 并没有拿出来足够的证据来证明 因此法院并没有认定 这一百万的事实 那既然法院没有认定 这一百万的事实 夏德伟又为何执意 不愿配合执行呢 开捞了 开捞了 都市会定制的秋季进步 第一捞 肿身亡 开捞了 六年以上稀少严肿中华疗身 北纬39度黄金海域 自然散养 人工补捞 肉厚刺体 双十一聚会 都市会专享现实劲爆组 一斤装七到九根 只要358元 买三斤 送半斤 买五斤 送一斤 还有营养爆肢加送 小妹二维码 关注都市频道 都市生活会 微信公众号 找到都市会 尽享好试会 书筋建腰丸 专要专制 腰肢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可那一年 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 我却真的比死亡很近 烟草 伤害心脏 美西 医子烟 都在伤害着你和家人 现在就戒烟 我叫高英处 今年75岁 可是大家都喜欢叫我小高 我相信梦想和年龄无关 只要不停下脚步 他就没有接受 因为离婚 财产分割的案件 夏德伟不按判决履行 执行法官准备 对其名下一套房产 强制执行 可是要腾房了 夏德伟拒绝配合 拿着法院没有认定的 一百万元为由 拒绝腾房 那法官能做通他的工作吗 判决书中明确写明 关于一百万的问题 由于证据不足 建议另行起诉解决 那么夏德伟这边 又为何揪着这一百万的问题不放 拒绝配合执行呢 看到没 可协商或年起诉 那起诉没啊 起诉了 那在哪呢 起诉现在起诉 我已经起诉 提交了 提交了 那个是一百多万之间 那个判决 对啊 但这个判决是不是也生效了 这个也生效了 对啊 他这生效 你看那判相咋写的 俺俩写啥解决 他不给我解决 我这得起诉他 我说这个判决的判相 说已经判离婚了 这个 对啊 第二个这房子判给你了 对不对 你是不是应该给他八万块钱 八万块钱 这一百万能够解决吗 哎 那个 这个解决 这个不是以一百万为前提的 不论法官如何解释 夏德伟始终认自己的理儿 就是要把已经判决应付的八万块 和那一百万扯到一块 不对啊 这个是两个并列的事 我得说清楚 这个是离婚出来的这一百多万吗 他原先我就提出这一百多万 要进行分割 完了现在那个法官说了 法官说你这一百多万呢 得判离婚了之后才能分割这一百多万 那得再诉啊 再起诉啊 我起诉了 现在起诉了 起诉 诉众是不 对 起诉说下来了 但是这个话你就也生效了 这个生效 那个不也生效吗 那个生效的时候你可以申请执行 不 我现在已经写出申请 这申请就暂停了 那是两个法律关系 不是啊 两个法律关系 它是离婚出来的这两个法律关系 是离婚出来的吗 那它也是两个法律关系 两个法律关系 那这个你为什么不给判呢 这个不没下来呢 你怕觉得你不输呢 你说的那个案件 针对这个案件 针对这个案件不可能暂停 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不 你这个 你这个 被执行人夏德伟认为 他们夫妻二人之间 还有关于一百万的支出 没有分割清楚 因此 拒绝履行 生效判决 希望法院 暂停执行 但是这一百万 当时法院 并没有认定 是否属实 也有待查证 因此 这并不能成为 停止执行 生效判决的理由 我申请了 我申请了 这俩是因为是离婚 才出来的这两个 两个 这两个是离婚 出来的一个事 对吧 这两个人 除了那几个事 为什么他不 不跟我一起半年 不解决 他在这事里 不也论述得很清楚吗 是你相关证据 你看 没有提交 我提交 他证据他没给我判呢 你看 这男孩的 那个 银行流水账他都有啊 一百多万他都都专手了 不是 他不论述了吗 这个 怎么论述啊 你小胆上说话首先 不 别激动 你激动姐姐不要 我现在是有毛 我现在已经扔了 夏德伟这边 对于一百万的事儿 越说越激动 为了让夏德伟 理解这次执行 执行法官再次 对法院的判决 做出了详细的解释 你认为判决 应该把你一百万分割了 对啊 但是我看到判决法官 论述上写的是 你说的是 我有证据 但是今天没拿 然后呢 没有你听我说完啊 但是没有提交 除了这个明细之外的 其他证据 所以说法院 没法对这一百万 进行分割 他是这样论述的 对吧 他是应该分割 他觉得他应该分割 但你证据不足 所以说他给你机会 让你另行起诉 尽管执行法官 一再详细的 给夏德伟解释 这份判决 但是夏德伟 始终就是走不出 一百万的圈子 关于这一百万的事 夏德伟又跟执行法官 杠上了 他俩是离婚 造成的这两个分割包 既然你那判离婚了 你这个最大就是一个事 我都说了 你一百万分割完 拿判决来找我们执行 我照样得执行他去 但是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 已经生效了 我必须得先执行这个判决 那不对 那两个都是一样的 执行法官一遍遍地 给夏德伟解释 他所提出的一百万的分割问题 并不是阻碍执行的理由 但是夏德伟那边 就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维中 一直拒绝配合执行 我今天跟你说这些都是体外话 我已经很耐心地跟你解释 你来跟我说 我放开 我把话得说清楚 就这个中法 中法这也是给我判的 中法是驳回上诉维持 驳回上诉 他判的怎么判的 你看他怎么判的 现在是第一次法院判的 六十多万 他说这些 他说这是啥呢 是生活开支 六十多万 那天我给他指出来的 我说六十多万 他说这个是生活呢 是生活指数 所以判决不符 不是不符 就判决不合理 对 那不就不符吗 对啊 那不就不符吗 是不是 随后执行法官又耐心地 跟夏德伟解释了 如果不符判决 也有申诉的途径 对判决不符 对我判决不合理啊 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来解决 要么你拿新的证据 在我们法院 重新走再审程序 要不到检察院提起抗诉处理 行 那我可以抗诉 但是今天我要执行生效判决 我们是正当的程序 那不对 你如果抗拒我们 就在阻妨碍公务 知道不 我们就依据你今天抗拒的理由 就有可能 对你罚款拘留的强制措施 我们这是不想采取的 明白了 希望你今天配合 从这门开始 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执行法官也是一直在耐心的 给被执行人夏德伟解释判决的内容 以及为何法院不能停止执行的原因 就是想让夏德伟知道 执行是有依据的 但是夏德伟那边从始至终啊 就揪住一百万的事不撒手 判决中已经写明 被执行人提出的分割一百万的请求 是因为证据不足 因此法院没有判决 可是夏德伟还是指认自己的理啊 不顾法官 不顾法官释法明理 因此执行法官只能强制执行 哪怕给我写个腾法保证也好 我们今天递者来了 全程公开透明的啊 你透明了 你这个中法的法案 你对判决不符 可以 我刚才说了 通过两种正当的途径去解决 也不是不负于你权利 如果有新的证据 是不是 要不对你说的冤选 找检察院抗诉去 对不对 检察院会给我们提起检查建议的 那不对 他判完之后 我大病好几场 我这连起来都没有 这个是可能是判决的 对你败诉 对你的健康的影响 好 这个是另外的事 我把话说 夏德伟这边 一会说法院判决不合理 一会说中法判决有问题 一会又说自己身体不好 说来说去 就是不想腾房 结婚前的房产 你要怎么判别 就判给你了吗 判给我了 但你得给人增加款 今天如果你能拿出来百万块钱 我肯定不藏你房子 我没有钱 那不就得了吗 那你说判决生效 你要我们法院怎么办 有财产我们不去执行 然后你还没有钱 我还对你采取不了任何措施 你也是残疑人 是不是 那那不对 那不对 你这个一百多万 他把家里钱全拿走了 没说两句儿 又绕回到一百万的问题上了 这也让执行法官很无奈 这个一百多万的事儿 我觉得你说的可能有道理 要不然你不能这么激动 是不是 你肯定是有你的理由 但这个判决生效 他不把我写上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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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之后给我脱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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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 所以案外人也提议了 认为这房子不是你下的伪子 是案外人的 这个是一个理由 再一个呢 就是检察院说我这个判决是效率带定的 启动再审程序了 他会给我下一个终止裁定 明白吗 这些都是正当的程序 你被告给我写一个让我终止执行 我法院那执行局所有的被告都不愿意让我们执行 那他们都写个终止执行的申请 我全停了 那执行局干啥的呀 那不对 你说说是这么回事吗 这边法官再一次释法明理 没想到那边夏德伟又找了其他的理由拒绝藤房 总之就是藤房是不可能的 夏德伟我跟你说一下啊 你今天你也平静一下 别让你的那身体更受影响啊 第一你今天写个藤房保证 你自己就是腾出去 你还有个房子 如果说你没有个房子 那房子不我的房子啊 怎么不是你的 法院给我判了 百分之一半 那你有居住的权利啊 不对啊 我居住了 我能没有钱我什么事居住 我居住了 居住了我怎么办呢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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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房子卖完给他9万 还剩钱都是你的呀 这房子 你平时爱给我那还拍卖 拍卖 拍卖我拍 能拍卖多少钱呢 我呢 那这房子肯定大于9万嘛 这房子 是不是 你放卖一份钱不更好吗 对不对 什么 你放卖一份钱更好 你们拍卖不随便卖吗 你们这怎么办呢 怎么都随便卖呢 第一我们都是经过正规的 评估公司 评估价格的 然后也是经过正当公开的拍卖 拍卖程序 在司法拍卖的那个窗口 进行公开拍卖的 不行我自己卖 怎么就是瞎拍卖 不行我呢 我呢嘛 我不让你们我呢嘛 你自己卖也可以啊 我跟你说 首先你这房子先给我腾孔了 我们法院卖跟你自己卖 同时进行 我把期限明明白白告诉你 你要想自己卖 一个月之内 你卖出去了 我马上就给你解缝 钱交到法院来 咱们不经过司法拍卖程序 如果说你这一个月之内 没卖出去 我在网上公示期已经到了 那不好意思 我们拍卖就要开始了 请消灯加重线专家 引进微波消灯技术 打造甲重线康复新技卵 甲重线康复这些62686666 书筋见腰丸专要专制 腰肢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退疼 今年365天 人的血位也是365个血位 耗制方法也是365道 制药的这些工艺 使这些老子耗能够活300年500年 核心里的生命力所在 在执行的过程中 夏德伟提出了各种原因 不想腾空房子 但是不管是住的问题 日后花销的问题 以及房屋拍卖方式的问题 执行法官都给解释的 明明白白的 这次夏德伟能配合腾房吗 下次100万问题 那个判决下来了 你找我们 我们还是会给你 就正常执行 要不然我看看你这判决力 还有什么海外亲属 你借点钱 8万块钱 借不来 我借了 借不来 没有钱 哪有钱呢 那你就争得他的谅解 一日夫妻白日 你俩还有儿子 是不是 你们和尚解决 你和和气气说 你说你 你事后 给怎么补偿一下 多给点 你们协商下来 我们发现都可以 考虑到夏德伟 目前的状况 法官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 夏德伟这边 又是否理解了 法官的一片苦心呢 法官解释了一六十三招 夏德伟就是油盐不尽 始终咬着一百万的事不放 这也让执行法官很无奈 不合理你知道不 咱俩的话刚才已经烙一圈 烙一圈 我是 你们这个确实不合理 你们判的呀 我们法院是强制执行机构 强制执行机构 那对啊 你们判的不合理呀 很推薪致富的 推薪致富 我也是当你们推薪致富 也是娓娓到来的 给你细细百牙的 给你分析了这个问题 分析分析的玩意 你冷静下来 仔细思考一下 我给你的建议呢 要么你就借钱 你能保住这个房子 要不然的话呢 你就是自己卖 价还能卖高点 那我那边的房子 我卖了一半 有我一半我给他卖了 卖了之后 我还了那个钱不行吗 你那个房子是经济试用房 经济试用房 我给他经济试用房 给他那个钱不就完事了吗 跟他试用房呢 夏德威表示 自己想卖了 位于铁锡区的经济试用房 偿还这笔八万元的折价款 但是由于经济试用房 无法正常过户买卖 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执行法官不同意 这样的解决方式 就在这时 夏德威突然对前妻潘女士 说话了 从两人的对话中能听出来 夏德威这边对于前妻的怨恨很深 而前妻潘女士那边 不但认为这一百万的事 根本是子虚乌有 还表示他和夏德威的日子 早就过不下去了 如今两人已经离婚 之前的事也不想多说 只想尽快把属于他的钱要回来 以后跟夏德威再无瓜葛 你们看到了吗 就这种人 从结婚到现在 没给过我一分钱 儿子还打我 天天喝辣酒 365天 一天不管是冬天 夏天 什么天 一天不辣 你们也看到了那酒瓶盖的 一堆一堆的 儿子打我和喝那啥 打我和孩子 所以我孩子害怕 我们俩一五年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 门他也换锁了 你看他换了多少锁 二十多年都没给我钱 你看他喝酒 打麻将 孩子的拖费钱 从小到出生 到拖费钱 什么学费钱 一分没给过我 你们那要钱都给他拿 要不来我 能给我吗 我就好的孩子 就是别是单亲家庭 一时为止到现在 所以现在我 应可我上外边 哪一地方住个小平房 或者待着 我也不能跟他过了 两个人的婚姻出现问题 谁是谁非 外人说不清楚 但是在判决中 夏德伟需要拿出来的 这八万元的房屋折价款 是一定要支付的 那么夏德伟这边 能想通这个道理吗 今天他抗拒的那个 根本原因 他还是认为判决不公 他还是认为 像他说的说民法典 处置夫妻财产 纠纷的时候呢 要先处置财产 先处置财 再处置产 然后他认为 他们之前还有个 一百万元的存款 没有进行那个 纠纷的那个判决 但是呢 在这个离婚判决中呢 法官也进行了论述 针对那一百万元呢 因为申请人的 证据提交不足 所以说他没有办法 做出判决 这一百万元要 他们自行协商解决 或者是另行起诉解决 所以说只对这个房屋 进行了分割 那分割房屋了 我们要执行生肖判决 就今天必须得走到这一步 很耐心地给你解决完 一百万元的事了 那个就要另速解决 判决书上写得很清楚 是旅馆那种 你今天不写腾毛保证 我们马上换锁 我现在什么也不跟你说了 我已经很耐心地 给你解答了很长时间了 你还在跟我周旋一百万元的事 能理解就理解 理解不了的话 找审判法官 让他跟你解释 为什么一百万当庭没有判好 明白了吗 所以说你先决定吧 是写腾毛保证 还让我们现在换锁 换锁我们马上清点 你这些屋子的东西 看到执行法官态度坚决 夏德伟这边突然沉默了 你是怎么的 写腾毛保证了 今天就除去啊 还是写腾毛保证 我明天再来看 你自己搬 上电视吧 上电视我在哪 你冷静冷静 你上屋里冷静一会儿去 然后我跟原告也提商一下 我看看你那个 下一步上哪住的问题 知情法官再次和原告 确定了两人共有的内处 位于铁锡区的房屋的位置 和目前的状况 以确保夏德伟 从这里搬走后 有居住的地方 铁锡是吗 一会儿我们就上这房子去看一眼啊 那房子没出租是不是 没人啊 这闲置有钥匙没 有钥匙 有钥匙给我们 我们去看一眼 为什么要给你 我去不行吗 我们全程看一眼嘛 你不是出租吗 那就我去啊 那走 那咱一起去 随后一组执行法官 带着夏德伟赶往了铁锡区的房屋查看情况 另一组法官对夏德伟现在居住的房屋内的物品 进行清点 并对这间房屋进行换索查封 由于今天被执行人经过我们的耐心圈导之后 仍然拒不配合 不写腾房保证 也不主动腾空 那我们今天就找了那个换索公司 将这个房屋强制腾空 并对物品 屋内的物品进行了清点 然后将这个钥匙交为申请人 把带位保管 然后这个房屋接下来呢 就是交 移交拍卖程序处理 下一步应该是有评估公司 来跟申请人对接 进行下一步的评估工作 应该价值是肯定大于这个8万块钱的 所以说申请人的执行标的只有8万 剩余的尾款应该就返还给被执行人 这天是越来越冷了 冬季不做好房户的话 咱们女同胞脸上同样能产生色斑 冬季是最适合美白淡斑的 如果说你想要美白 那就需要抓住这个美白淡斑的黄金时期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淡斑精华 来看看 你要干啥呀 你就一直跟着挂大白呀 一层又一层的呀 一白遮白丑啊 千儿姐 你看看我这脸 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出了好多斑斑点点的 这整个脸都黑了好几度 那长斑斑点点 你挂大白就有用了吗 那你这跟眼耳道领有啥区别呀 你得想想办法把斑斑点点去掉啊 其实要仔细瞧瞧 人群中长斑的人不在少数 年龄越大 斑点越多 雀斑 晒斑 老年斑 妊娠斑 斑点多了 这脸啊就带着一层黑黄之气 影响颜值 首当其冲 其次还给人一种不健康的感觉 所以呢 对于女同胞来说啊 脸上的斑点也是心头的痛点啊 不除不快 你看出这个没 活泉真白焦点淡斑精华液 28天就让斑点淡出你的脸啊 就不用再挂大白了 那长在皮肤里层的斑点 抹点精华就能淡去 这里边该不会有什么猛药吧 你要说猛药哈 也对 这样一瓶小小的淡斑精华里 蕴含了烟纤岸 凝血酸 鸡钛 乳糖酸四大美白成分 它们可都不是普通的角色啊 就拿这个烟纤岸来说吧 它能抑制黑色素的角质细胞脱落 减少肌肤暗沉 体量肤色 只要是美白产品 必有它的身影 但是活泉精华 采用了4%的黄金配比 美白效果比2%更明显 比5%更温和 皮肤的耐受度会更好 而乳糖酸是干啥的呢 它能够打通毛孔 促进肌肤吸收美白成分 然后基态在旁边协同作战 击退糖化反应形成的粗糙暗黄 从而有效地去除黄气 再加上凝血酸来抑制 烙氨酸酶的活性 阻断黑色素的形成 4种成分协同作战 把蛋斑的功效发挥到最大 你说了这一堆的专业名词啊 听起来是挺高大上的 就是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 说到专业性啊 大伙都千万别怀疑啊 活泉真白焦点 蛋斑精华液可是持正上岗的呀 它的靶向修护美白技术 获得了国家颁发的专利证书 同时还持有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特殊用途化妆品行政许可证 实验数据表明 坚持使用活泉蛋斑精华28天 色斑的面积可以减少48% 数量可以减少27% 皮肤的白皙度可以提升65% 人家蛋斑不光有数据说话 还有口碑加持 用户好评一抓一大把 前几天你不推荐了 那个活泉的爽肤水吗 我用着就挺好 这蛋斑的更是再适合不过了 我得赶紧拿下 聪明啊 就是同一个品牌的 你配合使用肯定效果更好 就这精华液啊 你可以拍完爽肤水直接涂抹 也可以加在乳液粉底里涂抹 还可以浸透面膜纸 直接来做一个蛋斑的面膜 总之想要皮肤更白皙 必备活泉真白焦点蛋斑精华液 实证美白 活泉真白焦点蛋斑精华 真的太硬气了 不过四大蛋斑成分科学配比 把象去斑技术保夹护航 人家硬气也是有道理的 这款活泉蛋斑精华 可以说是为亚洲女性量身定制的 有斑点困扰的朋友一定要试试 关注都市生活会的公众号 点击进入生活家商城 享受买一送一的优惠 55块8可以把两瓶活泉蛋斑精华 带回家 让你持续享受蛋斑美白的美丽变化 科目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